主席 伸列补助行政院公营事业民营化基金70亿元 70亿元 那么这个 其实民营化基金这个问题 存在已经蛮久了 那么他的这个基金的财务状况呢 也是很危急 那尤其今天你编了这个70亿之后呢 我们看了更觉得恐怖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看一下 公营事业民营化基金 从91年成立以来 从91年成立以来 这个基金上编列的事故的预算呢 总计呢 已经高达了643亿元 可是这643亿元 事实上我们是一毛钱都没有拿到的嘛 对不对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 虽然有数字 但它实际上面是空的 那我们比较担心的一点呢 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民化基金提拨运用办法的第六条啊 第六条规定 我相信部长您比我还清楚 就是说 这个如果我们是按照以前年度市股收入预算的保留核计数额 这个金额呢 我们是可以向外举债 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编列上面有63亿的这个市股 虽然它是个空的 但是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条例 这个办法的规定呢 我们可以举在举这个643亿 那我要请教部长的就是说 以这个643亿 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年的情形 举债呢 到102年底呢 它是617亿 已经举了617亿 到103年底呢 它会到633亿 因为它的数字是643亿 那我们的年度支出呢 按照我们行政院公营事业民化基金预算数呢 年度支出是88亿 在您的报告里面 您今年拨了70亿 我的问题呢 就是说 您的70亿 可以解决这个88亿的问题 可以解决这个基金的历年来 所需要支出的问题 还是说 我们这个70亿 只是去解决88亿 里面的70亿 然后另外的18亿 再用举债的 但是问题永远都是没完没了 是不是部长 这个70亿只是103年度的 需求而已 对 所以我们就补贴它 因为它要发给 就各部会 它退 民营化以后 退休人员的一些薪水 就越退缝了 我知道 但是这个就是长久以来的问题 没有错 我们不是一直在讲 那意思是说 你每一年 你都要去 你每一年都要去 拨这个预算 对 那这个问题将来不解决了 是 所以我们刚刚讲 因为这个各部会的啦 不是只有财政部 财政部是没有 没有什么啦 很少 这是包括台电啦 中华电信啦 这些人员啦 所以应该是各部会 变在我们这里啦 对 但是 但是这个会变成有一个状况 就是财政部呢 事实上是有责无权啦 因为 按照我们看了一下 这个 这个名化的这个数据啊 我们未来的预算的支出啊 在102年 是87亿嘛 对不对 103年呢 是78亿 对不对 您刚编的是只有编70亿嘛 对不对 所以剩下来的8亿 我能够想到的就是说 你是去借钱嘛 不然的话 70亿怎么解决 78亿的问题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 我刚才先问了你的第一个问题 是说 长久以往 是不是以后都是 只有去编预算 然后由全民买单 因为财政部编了一个支出出去 事实上是全民买单嘛 对不对 那104年到132年啊 我们按照这个名化基金 提供预算中心的资料显示啊 不是在您报告啊 是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显示 104年到132年呢 是高达2077亿啊 这个费用高达2071亿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问题不解决 我们只是用每一年 去拨预算的方式 来支应这些的消费 部长 您如果再加上102年啊 到132年 他已经高达2242亿耶 2242亿的东西 我们不去想怎么解决它 而是说每一年 让一年拖过一年 这个问题怎么得了啊 包委员 这样啦 你那个104到132 有28年 是 28年啊 大部分的 里面有 我不敢讲了 高零化了啦 有大部分人会自然的死亡了 OK 那个就不用再支付了 对 但是部长 即便是这样子啊 因为其实这个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要问部长 您的这个 退场的机制 退场的机制 是只有期待这些人老死之后 他的这个费用会减少吗 还是说除了这个 您刚刚讲的这个factor 这个因素之外 还有其他的部分 退场机制啊 财政部管 所以财政部必须要拨这个预算 可是您在拨这个预算的时候 你又没有办法去确信 这个就像您刚前面有提到的 是应该积极的去 make sure这些的民营化的事故 是有在做 那你又管不了那一块 那你拨了财政部 拨了预算之后 老百姓就是全民买单 可是实际上面要做的事情 又没有办法去推动 那这个是不是应该 其实回归到各个部会 去拨这个预算就好了呢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东西 一定要停在 因为这个现在基金 就设立在财政部 我们会来建议行政院了 这个要有院的成绩 就回归到各部会 当然各部会的预算 就要扩大了 是 那这个事情有没有在做呢 因为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就是说 基本上来讲 监察院在今年的五月啊 监察院在今年五月的时候 也已经提出纠正了嘛 就是说监察院提出纠正之后 即便部长你有这个想法 但是想法不去做 他还是没有办法落实啊 我们也有动作啦 但是如果各方的声音大一点 当然成功的机会就会大一点 各方的声音是什么意思 包括监察院 包括立法院 是 所以监察院已经纠正了 这个时候立法院还是要发声的 所以本席今天的质询 对你是有帮助 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 财政是有帮助的吗 有帮助 因为要回归到各部会 各部会一定会抗拒 因为他的议算会被排挤嘛 是 他要容纳这笔议算 那现在放在这里 他就不要这笔议算了 是部长 但是所有的事情是有是非的嘛 虽然会有政治上面的压力 但是他还是有是非 那您的这个建议他回到各部会之后 将来我们这个基金是要把它解散掉吗 还是怎么样 如果四股的也卖到债务还清了 然后呢 以后每年的月退缝 有各部会了 这个基金就没有了 是 但部长 对 有时候理想跟现实是有差距的 对不对 那你知道部长您刚刚所提到的事情 他是理想 如果他可以做到perfect 可是我们看一下 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四股的这个情形啊 牵涉到的单位其实蛮多的 有包括中油 中钢 台盐 台电 载宝 联电 对不对 我们看到你一个短期的 短期的一个支应的方案呢 因为 比如说中油呢 有他的石油工会的反对 然后台电呢 又提出来说有电业法的问题 就是说每一个单位呢 事实上有每一个单位的问题存在 所以这个四股案呢 看起来短期之间是不能够解决的 那只有一个声音讲出来说 哦 OK 好 我们把中央债宝跟联电处分掉好了 中央债宝呢 是15.2亿 联电是1.8亿 处分掉 但是部长 这两个处分掉加起来呢 也不过才 多少 无济于事 对 无济于事啊 他连你今年的费用 他都没有办法支应了 那这个怎么解决呢 真正大的就两笔啦 就中油跟台电啦 是 真正大的是两笔嘛 中油是292.5亿嘛 台电是226.4亿嘛 对不对 这两笔加起来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其实还不是真的能够解决问题 但是最起码他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基金的状况 不会这么恶化下去嘛 部长 那这个怎么 因为你每拖一年 你就会增加80亿的支出 这个80亿的支出是全民要买单的 那在我们财政困难的情况之下 如果该做的事情早一点做的话 最起码不需要产生额外的费用 这个费用是要全民买单嘛 那到底你刚前面提到 中油跟台电的事故 他们有困难 我们也相信 可是你多一年 你就要全民要多买单 80几亿 那我们刚才按照这个基金的统计数字 你如果辞缓到132年 即便有些退休的人员 他已经因为死亡的关系 所以他减少 但是那个数字还是小 对不对 而且我们也不期待以前曾经帮我们 国家政府努力过的人 他不能够活得好好的 活得越长越好 其实我们鼓励他越长越好 我们不一定要为了省退休金的收入 所以我们期待他有这样的一个成果 就算有那个成果 我觉得他那个金额的数字也很小 所以部长 你可不可以给本席一个承诺 因为毕竟今天基金是在财政部之下 那当然本席可以理解 他对于这个事故的部分 牵动到的部会很多 他可能应该需要拉到行政院的这个层级来 但是财政部作为一个基金的主要的管理人 对于我们这个民化基金 他的退场的机制 怎么样子退场 而且他迫在眉睫 因为每一年他就可以省掉这么多的预算 是不是有可能 你会给行政院提出来一个方案 然后我们看看我们可以怎么样子 大家共同努力 用比较长远的眼光 我们来处理我们的基金 今天委员的建议是不是我们就抱怨 就是我们会做一个研究报告 事实上我们研究报告已经有了 是 那就赶快落实 对不对 让有权的人 他同样负担这样的义务 负担这样的责任 然后不要再让全民去负担 这些不应该要有全民负担的费用 我们让各个事业单位 用他的盈余 用他的获利去承担 曾经对他这个企业体有贡献的这些的这些人员 所以需要支出的一个费用 再拜托部长 好谢谢 谢谢